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袁隆平被人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今年的9月7日是袁隆平69岁的生日 从1974年就已经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的袁隆平 依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而今年的秋天对于袁隆平来说 更是多了一些内容 多了一些喜气 前不久世界人口总数达到了60亿这样一个数字 当您听说这个数字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水稻还有没有增产的潜力呢 能不能够养得火 中国人说说很多人是很担忧 我认为这种形式应该引起国方面的高度分析 所以说美国经济学家不让他提出 未来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对的 理论上讲 因为这个作物生产就是光和作用 利用光能 国方面的科学家专家都做过补算 都是比较科学的 这个光能利用力可以百分之五 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水稻来讲 我们现在光能利用的大面积的水稻产量啊 就是个八百产左右之一 一左右 就是还有 还有就是 还有百分之四万用 只在利用到百分之一左右 这潜力很巨大 就是现在的很高产的 某产一千多斤 它的光能利用力也能达到三 所以说从理论上讲 这潜力很大的 通过 培育新高产的品种 改进栽培技术 改善这个生产条件 这个作物的产量还会大幅地提高 袁隆平有个计划 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培育出比现在的杂交水稻 母产增加一百公斤 米质达到不斑二级的水稻品种 这个品种叫做超级杂交水稻 现在这个计划终于实现了 并且经过9899年 在湖南江苏的市众 产量已经超过预期目标 袁隆平又成为了世界上 研制成功超级杂交水稻的第一人 98年有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 对您的这个品牌价值 做了一个评估 评估的结果是 袁隆平的品牌价值是1008亿 那么这个1008亿 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我对这个我不想过 我认为这个不及时的 那还是在98年 一家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长沙成立 您是以无形资产入股 持有这家公司的5%的股份 那么于是就有人说 袁隆平办起了公司 这个说老实话 我是勉强同意了 因为我的名字 我们包括我们省委书记 到处讲天天讲的 我不来烦了 我都算了 反正对这个发展生产有利 对这个把科技成果 迅速转发为生产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 就是 把杂交道推向全世界有利 我们有技术 我们的很多国家 独达地方还是考得很难 有技术 有品种 有人产 就是缺乏资金 因为我们在缅甸 我们去年去了两个人 搞了一个店 就花了二三四万块钱 他全国其他有钱十个店 东南西国中 我就拿不出 二三两三百万拿不出来 你首先你要 好了你就要守得花本钱 是吧 就是容易 就是如果成立了这个公司 就是他就要 有兴奋的资金 搞国际开发 不管怎样 袁隆平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出现 为解决科研单位 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今年的10月26日 中科院发现的四颗小行星 分别以巴金 陈景润 光彩事业 还有您的名字 来命名 那么当您知道 从此以后太空中 有了一颗袁隆平行之后 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当然对个人来讲 是很高的一个 更重要的 要讲中国人 是九月讲的故事 1997年 这个在墨西哥 一个国际会议 要给我受奖 就是说 那个会开得很大的 六十多个国家 有六百个专家 参加了这会议 这个其中要给五个人受奖 五个 五个科学家 四个都是美国人 就是一个中国人 好 因为签证的关系 我辞去了两天 我们那里有十二个中国代表 他们都急死了 他说原来是怎么不来 他说这个 即使 杨先生过人的荣誉啊 也是我们 中国人的荣誉 后来还是去了 我身体很好 我去了之后 大家非常高兴 就是我有个体会 就是说 我不是我一个过人的荣誉 是代表我们中国 中华民族 就是有这么一个能力 离于这个世界 民族之灵 是吧 这个是我们代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 对 一个脚毛 这是 你讲我们这个 这个小新音音也是这样子的 这个 因为这个音音通过国际组织的 国际这个 叫做 叫做天文什么学会啊 他们 所以说 这是 不是不仅认识过人的 而且呢 是吧 我们一个国家的 是吧 但同时 还体验到 这次行星体验到 这个对知识分子也是个巨大 国际的 是个巨大 是吧 还可以体现一个呢 是吧 就是 这个党对知识分子的 爱护 和尊重 你只要 给国家 给人民 做了有余的事 党呢 它是会重视你的 会重用你的 会支持你的 杂交水稻是世界公认的难题 日本 美国 菲律宾等国际水稻研究所 早就开始了研究 尽管他们实验手段先进 但是始终都没有成功 袁隆平迎难而上 经过艰苦努力 终于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 从发现水稻有杂交优势 到寻找野生水稻作为杂交样本 都表现出了您在思维上的一种突破性 那么您把这个呢 称作是灵感 就是我啊 搞杂交道之前啊 我就选 普通选品种 选那个优良品种 每一年 这个这个 在这个抽税啊 都开花 成熟那段时间 这套天里面 就选那个优良的单株 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单株 碎子又大又整齐 紫的饱满 结实也很高 那么一种 等于活力机群一样的 哎呀 这是个宝贝 我就把他 小心一把 收了 第二年呢 很小心 在那里这个 摘好 就是望品种成龙 那就是 看得很好 结果抽了税啊 长大 结果呢 大失所望 长的长 短的短 早的早 吃的吃 没有一株的 像原来 我选的那一株 这个家伙是分离啊 水稻是一个 一个纯品种 不会分离的 为什么它会分离呢 是平均是杂种 是天然杂种 水稻有杂种 强大的杂种 优势现象 这就产生了敏感 这个灵感 它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一个 叫做经验 知识 追求 思索 生活在一起的 我说是 生化产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